好各位同學晚安 今天禮拜四 自求的第26天 狀況 一如往昔 都是很正常也滿習慣的 慢慢 漸入佳境了就是 每天過的都是一樣的生活的話你就會習慣了 我們前面講 Colin Powell講的那個habit 就是 Humans are Critures of habit 習慣成自然了這樣子 好 我們今天 要講 The Catcher in the Right 那我今天下午 昨天臨時接了一個 陳同學的 履歷 的修改課程上了一個小時 下午 不錯 多多少少有一些課程的活動 因為疫情的關係沒辦法上實體課程 線上的課程也慢慢的如果接受度高其實也不錯 而且效果也蠻好的今天下午上了一堂 這種 那因為 內容是涉及到機密個人的履歷 跟Cover letter 所以我就 用Google Meet的畫面 象徵性的代表一下 我是用Google Meet 的履歷修改 那也 剛兇後補 歡迎同學 利用這樣的一個 軟體 當然你習慣 習慣用LINE跟Skype 都可以 這樣子 在這邊順便 剛兇後補一下 那這幾天 這個禮拜持續幾乎每天都有 財中同學的 對美國對英國的 產品的 這方面協調聯繫的Email 也都不錯 那我自己也 不斷的在做翻譯 這種論見記籌的翻譯 屬於產品的 觀光 上面要貼的文章 這樣子 這都可以提供同學做一個剛兇 不得參考 有這方面的需求可以 跟我聯絡 好 那今天 課表 一樣啦都是自然醒 下午上一堂課就出去放風了一個小時 補貨 那補貨當然一切重檢啦 現在物資缺乏 就是 一次的採購量 能夠很豐富的 把 防疫餐 做得很豐富很美味 然後又很便宜 以這個幾個先決的要件為前提 然後補充一些消耗性的日用品 這樣就 就蠻不錯的 平均 這樣子我 精算過平均 一天 如果以一個禮拜為單位來算的話 你一個禮拜採購一次平均一天 大概花費不到300塊 吃的家用的 比如說你缺了 你要吃東西要煮 要買一些消耗掉的醬油 鹽巴 這種油啊 洗碗筋啊這種屬於消耗性的 這種日用品 這個通通加在內 吃的用的 平均起來一天 大概就是不到300塊200多塊 很省 很省 好 那我們就立刻來到 The Catcher in the Ride 我回憶一下之前 Holden要有 跟他老妹 用紙條約了要在 大都會博物館 The Met 見面 然後跟他道別 順便把他的 Christmas dough還給他 所以這中間大概還有30分鐘的時間要 要 消耗 所以他就 到了大都會博物館 準備在那個地方耗掉這30分鐘碰到兩個小朋友 應該是翹課的 一對兄弟 要問說這個木乃伊的 博物館 這個木乃伊埃及館怎麼走 所以就問了Holden 由其中一個小男孩 哥哥來負責問 另外一個不講話 那看看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 To get to where the mummy's were You have to go down This very narrow sort of hall With stones on the side That they taken right out of the Pharaoh's tomb and all 他講說你如果他要帶那個兩個小朋友去 應該是翹課啦 不過這兩個小朋友即便翹課 都還知道要去 看木乃伊 也算是戶外教學啦 如果是這樣我不認為他們兩個 我是他老師的話我不會給他去礦課 我反而會加分 因為他去天野調查了 這樣 所以Holden講說我帶你們去好了反正時間還夠 那要 到 這個木乃伊館 這麼大的一間大都會博物館要到那個木乃伊埃及館 以Holden 住在那個地方在地 熟門熟路 他印象中 記得好像要經過 一個地方 要穿越一條 非常窄的 廳 的這種 不是大廳 是 像一個走廊 然後 的一個走道 那但是呢 屋頂很高 像一個廳一樣這樣 但是狹窄的 那 這個 這個走道的廳堂呢 是 用石頭砌成的 他的牆面邊邊是用石頭砌成的 那這個石頭呢 Holden講說是從法老王的墳墓金字塔的那個墳墓 拿出來的 真的是從埃及的法老王金字塔 墳墓拿出來的 這種石頭 砌成的 He was pretty spooky And you could tell the two hard shots I was worth Weren't enjoying it too much 那因為 陰深深的很恐怖 又那個 通道又很狹長 又有那種金字塔的石頭 所以很陰深深 走過去的時候 膽小的話 小朋友會怕 所以 Holden自己講都 都自己講說 走那段路 看到法老王墳墓的這個 砌成的 這個 墻面 加上一條狹長的 陰深深的走道 他覺得 這個蠻恐怖的 令人毛骨悚然 那 也可以看得出來 這兩個小朋友 Husha是指說 小大人 人小鬼大 搞得一副好像什麼都懂 但是事實上年紀很小 這個叫 人小鬼大的 兩個小朋友 跟著 Holden走的 這兩個小朋友 對於 這段路 不是感到特別的喜歡 表示很害怕 強壯的 不怕的樣子 但是事實上 是很害怕 那這兩個小朋友呢就 跟 Holden 越走越近 因為怕 小朋友怕就會 躲到大人後面去 這樣子 就靠的Holden非常近 尤其是那個不講話的小朋友 可能是弟弟 基本上已經抓住 Holden的袖子了 太害怕了 Let's go he said to his brother 那他就跟他 跟他哥哥講說 我們走 我們走好了 我們不要看了 Let's go 是說我們離開好了 不要再看了 I've seen them Already Come on Pay 他說 我已經看過了啦 我已經看到 不要再往裡面走了 我們 在外面講好說要來看 可能哥哥跟弟弟打賭 說你敢不敢去 兩個都說敢 結果走到一半怕了 就說我已經看過了 我要走了 就這樣 說我們趕快走了 不要看了 已經看到了 騙他的 he turned around and beat it 然後轉頭就跑 我看過了 轉頭就跑了 溜了 他老哥強作震驚說 跟Holden講說 He's got a yellow streak a mile wide the other one's set So long He beat it too 他說 我那個老弟啊 膽小得不得了 那個Yellow Yellow是Yellow的意思 Yellow當形容詞是指 膽小 那Holden也有膽小的毛病 Streak是指說你的性格裡面帶有這樣的一個 的人格特質 所以Yellow Streak 是指 膽小的 這種特質 膽子很小 A mile wide 是說有一英里那麼寬 表示很多的意思 就是說他膽子小得不得了啊 真是的 還抱怨他老弟一下 結果一講完 他也忍不住了 也講說 So long 再見 然後 也轉頭也跑了 身後的一個人在那個 陰深深的廳堂裡面 那個窗廊裡面 I was the only one left in the tomb then I thought of like that In a way 他講說我變成 唯一留在這個 墳墓堆裡面的人 那個造型看起來像是法老王的墳墓 金字塔裡面 他變成他一個人在那個埃及館裡面了 被丟在那個地方留下來剩一個人 I sort of liked it in a way 他說 其實他自己還感覺不錯 可能沒有人煩他了 It was so nice and peaceful 他說啊太好了 沒有人吵我 這個地方 對我來講感覺很棒 也很祥和 整個人心就平靜下來了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 never guess what I saw on the wall 他才想說可以安靜祥和一下了 沒想到他說 突然間 你們一定猜不出來我看到什麼 牆上看到什麼 他離開那個學校 他老妹的 主宿的學校就是連續 在兩個地方樓梯的牆上看到fuck you 髒話 所以他才不願意待學校裡面 說想到大都會博物館應該 不會 看到不該看的東西 很煩讓你感覺很生氣的東西 結果呢沒想到到埃及館他又看到 another fuck you 他才想說好祥和 說好安靜喔 終於可以啊 好好地待在這個地方 靜一靜 沒想到又看到 另外一個fuck you在牆上 英魂不散 It was written with a crayon or something right under the glass part of the wall under the stones 他說這一次呢是用 紅色的蠟筆 或是之類的 寫出來的 寫在牆上 那這個牆有一半是玻璃 有一半是 石頭氣的 有一半是玻璃 剛好就在 牆的玻璃做的這個部分 的下面 它是上面是石頭下面是玻璃 就剛好寫在玻璃上面 上面是石頭氣的 That's a whole trouble You can't even find a place That's nice and peaceful Because there isn't any 他說啊 問題的 問題就在這裡 他說他 住的紐約他從小到大 讀的學校 讓他感覺到為什麼念不下去 讓他感到很煩 讓他感覺到非常的 百無聊賴就是這個問題吧 你找不到一個地方 是 讓你感覺到 很棒 很安詳 很祥和 沒有 放眼望去 不是人 很phony 就是牆上面到處是髒話 他說 你找不到一個這樣一個很好很祥和的地方 因為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這種地方 或者是說東岸紐約根本沒有這種地方 你找不到 When you are not looking Somebody will sneak up and ride fuck you Ride under your nose 他說你不注意喔 有一些 小小之輩就會 突然 潛過來 在光天化日之下 就在你看得到的地方 寫fuck you 不故意要寫給你看 這樣子 Try sometime I think Even if I ever die And they stick me in a cemetery And I have a tombstone and all It'll say Holden Caulfield on it And then What year I was born And what year I died And then right under that It'll say fuck you 他說你不信你自己是的 看看我有沒有講錯 他說我想 就算我死了 他們把我 埋在墳墓裡面 我有一個墓碑 然後呢 這個墓碑上面寫了我的名字 Holden Caulfield 然後呢 下面寫了我出生 什麼時候出生 什麼時候 死亡 一般的墓碑大概都有這些東西 磕在上面 但是呢 就在這兩個 刻在墓碑上 他的名字跟他的 出生死亡的日期下面 一定會找到fuck you兩個字 他說 I'm positive 變fuck 連死都不放過你 這蠻好玩的 時間15分鐘 今天 這個蠻輕鬆的 我們不要講兩頁 講一頁就好 因為 這個篇幅不多了 要 要節約能源 這樣 所以潤河喉我們就 稍微朗讀一下 今天就功德圓滿 很快禮拜四 明天就有禮拜五了 又變成 週末了 那我也講過端午節 盡量不要跨區移動 那 盡量要防止這種社區感染 這樣子 好 我就直接開始 就直接開始了 to get to where the mommy's word you had to go down this very narrow sort of hall with stones on the side that they'd taken right out of this pharaoh's tomb and all It was pretty spooky and you could tell the two hot shots I was with went enjoying it too much they stuck close as hell to me and the one that didn't talk at all practically was holding onto my sleeve let's go he said to his brother I seen him already come on hey he turned around and beat it he's got a yellow streak a mile wide the other one said so long he beat it too I was the only one left in the tomb then I sort of liked it in a way it was so nice and peaceful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 never guess what I saw on the wall another fuck you it was written with a red crayon or something right under the glass part of the wall under the stones that's the whole trouble you can't even find a place that's nice and peaceful because there isn't any you may think there is but once you get there when you're not looking somebody will sneak up and write fuck you right under your nose try it sometime try it sometime i think even if i ever die and they stick me in a cemetery and i have a tombstone and all it'll say holding caulfield on it and then what year i was born and what year i died and then right under that it'll say fuck you i'm positive in fact 好刚念的时候好像发现有个地方跳航这个地方 you may think there is but once you get there 他说 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安详祥和又美好的 你如果以为有 你千里迢迢千辛万苦到了那个地方 你一不注意 就有人跑出来破坏了 偷偷 在上面又给你写张话 然后你好不容易到那个地方准备要享受安详安静 美好的氛围的时候就看到了 又被破坏了这样 而且还写了在你看得到的地方 所以这是holden为什么很厌倦 纽约的生活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他觉得 太多的人 在破坏 美好的环境 这样子 所以他 决定到西部去 躲开这个属于都会区的地方 往一个他没有去过的 一个 地区 西岸 毕竟美国幅员很大 他东岸纽约 觉得 他不是他 想待的地方到西部去 说不定 还有机会 找到一个很安静很安详的地方 不会突然你到了然后旁边有人开这个银行 去写张画了这样子 好 那我看一下这张 这个章节还剩多少 还不错还有三四页 好 这大概还可以撑个一两个礼拜 没有问题 就一次讲一页差不多 这样刚好 好 那hoden也这个 这个例子举的不错 连我的墓碑 万一我死了 连我的墓碑下面 你可能都会发现 Fuck you 就是 活的时候他不放过你 连你死了他都不放过你 后的真是蛮好玩的 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就 花个20分钟就够了 不要讲太久啊 前两集的 花的时间都蛮多的 我们今天就有一个 像这种小菜一样的 20分钟 就够了 应该就 把 今天该有的份量也都补足了 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就 讲到这个地方也助同学 防疫 四重作战 能够多在家里面 不要到处乱跑 像我这样一个礼拜放风一次 然后呢 在家里面自己做防疫餐是不错的 我自己实验 26天 6天 不错 状况都很好 表示他可行性是非常高的 不一定非得往外跑 外事不可不需要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感谢同学 明天应该可以到Charlie Mike 我们明天再见 晚安